我们来做用角色显示最后的记录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做法基本原理是 我们找一个角色 它是由0到9组成的 然后利用分身 去把这个数字组合出来 做基本的原理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称式一开始 我们给它一个简单的变数 有这几个变数 看去这个分数是多少 因为在我们设计比赛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不会知道使用者 他拿到的 最后成绩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边简单给那个变数 然后利用广播启动 我们要显示这个成绩的动作 那收到广播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把这个角色定位在 某一个我们要显示的位置上 那我们暂时定在 -140 跟55 的地方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们要把这 层机的值 取出来 变成一位一位 比方说第1个是9 那我们要把第1位数 变成9 所以我们要做的动作是什么 我们在控制里面 我们要重复几次 要重复几次呢 是我们要重复 看这有几位数就重复几次 所以我们要把什么 在运算里面 我们要把 把 他的长度拿出来 谁的长度 是我们 层机的长度拿出来 层机的长度拿出来 要重复这么多次 然后我们要去显示 我们先用 说出好了 说出 说出谁 第1个数字 哪一个数字 就 几位数 这第1位数是多少 那我们需要一个 变数 就是第几个字的变数 那我们 第1次的时候 我们把变数设为1 就是我们要抓第1个数字 那我们让他说出什么 说出 第几个字 第几个字 这不是成绩 这是第几个字 设为1 我们把第1个字 然后 把第几个字 拿进来 谁的第几个字 成绩的第几个字 拿出来 那这里我们等待 一秒钟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执行这个时候 它应该是9 再来是 9256 这样子 照到底去显示 那没有做出来是因为我们这只有第1 1 那我们需要怎样 改变 就是依序我们前面抓第1个字 然后再抓第2个字 再第3个字 第4个字 来看一下 我们把成绩改变1是错的 要把第几个字改变成1 再字形一次 第4个字 9260 4个字就对了 那这样子每个字抓出来以后 那我们就不是让它说 不是让它说了 我们是要让它怎么样 建立一个分身 让它建立一个分身 当分身产生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切换 比方说第1个是9 那我们就要切换到 角色是9 那这个角色 怎么来的 那你要用 找的 选个造型 然后这边输入什么 那 GLOW 它才会出现这个字 那至于你选这边是不会有这些字的 不会有这些字的 那依序把它进来 所以我们要它显示 跑到第9的时候 所以它的 名称叫 GLOW-9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做出一个 GLOW 用字串组合 GLOW-9 那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晓得这个是 什么 要从 我们要从组合字串来 第几个字 这是 乘积的 第几个字 第几个字我们在建立分身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所以我们再把它组合一次 所以这样组合起来就会变成 GLOW-9 好 显示出来之后它会在同一个位置上面显示 所以我们要 一直把它往右边 移动 所以我们要把S改变多少 那正常来说你把S改变多少 第2个字会变 比方说第 第1个分身传出来它有S改变 可是下一个分身你S还是改变这么样不对 比方说我这边只改变了 10或者是改变10 那这边产生第2个字 那第3个字呢 我们还是改变10 不行 所以我们一直要加累加上去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 第2个字要去乘以尺寸 什么是尺寸 在外观里面我们有一个尺寸 这个是尺寸是什么 就是这个字的宽度 这个字的宽度 正常来说 我们把尺寸 乘以 这个就可以了 就是9 后面再加一个字 再加一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 它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出来 那你会发现什么问题 801 这个是对的 这个9为什么错 待会说 那它的间隔怎么样 太宽了 间隔太宽了 所以 建议你把它减一下 所以我这边是用乘 把它乘0.5 宽度乘0.5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数字就会对了 那这个9是它 本身的9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隐藏 一开始就把它隐藏起来 出来 它就挤在一起 4057 这样子做 好 这样 我们再复习一下 就是 确认一下重点 把这些字 怎么 变成角色去演 第一个我们要用什么 用分身 大家的成绩多少 有几位数 我们就是 旋转几次 所以 我们在这里 做的动作是 建立分身 建立几次 就是这边有几个数字 我们就建立几次 那每建立一次 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数加1 它才会跳往下一个数字 好当我们要建立分身的时候 它就会走下面这一个串层式 那我们就把造型 换成 我们要的数字造型 就是造型换成哪一个 好造型换了之后 我们的 位置 位置 位置要确定 所以位置要往右边移动 所以你的 X 要改变多少 好这改变多少 就是 依序的 第2个字是 比方 第2个字是改变10 第3个字就要改变20 那依序类推 所以我们要 一直乘下去 那后来因为我们的字太宽了 有一些空白 我们希望 它不要 空的那么多 所以我们把它乘0.5 那你觉得不妥 你可以自己去改变这个值 那最后把 东西都确定之后 请它显示出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移序 我们只要 一有分数 它一有成绩 就是把它秀出来 这样子我们可以用数字 来去显示成绩 环着